她是一个害羞内向 不善言辞的娇小女生 她是一个自信帅气 热情大方的大男孩 第一次见面 两人互生好感 看到我们男嘉宾 真的打台球的那个样子 觉得帅吗 还可以 等发生了什么 让男嘉宾说出这样的话 女嘉宾 又为何泪洒现场 出了什么问题 情感专家当面和女嘉宾谈话 因为男人他会觉得 当一个女人 对他没有兴趣的时候 表现就会是 哦 是吗 我们的女嘉宾 是否会勇敢地迈出这一步 挽回男嘉宾呢 凡人有喜之 相亲遇上慢热女 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凡人有喜 我是小红娘临欢 感谢就是福主宝提供的奖品赞助 那现在呢 我身边是站着今天的女嘉宾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她 你好 你好 我该怎么称呼您 我是王朝 王少 本期交由女嘉宾 王小 二十四岁 身高一米五八 职业 幼师 月收入四千元 婚姻状况 未婚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女嘉宾 我叫王小 今年二十四岁 目前从十里次也是有四 我平时喜欢一个人看而说 或者是爬山之类的 然后有些时候的话 也喜欢过得不同的那些 希望找一个阳光一点 或者是爱运动的 然后希望她比较有这种心 然后也有爱心 或者是更好是有点耐心 好 王小姐 王小姐非常的娇小 那你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男生呢 都是阳光一点 然后个子高一点 身体好一点 好像我真的发觉 比较娇小的女生都会喜欢那种 稍微高大一点的男生 是因为觉得有保护欲望吗 比较有安全感嘛 好 那除了这些 就是外在的条件之外 其他方面有什么要求 比如说经济收入啦之类的 会有要求吗 没的要求的 没有要求的 这么不挑剔啊 感觉就好像你是个很随和的人 那我觉得我们开场的也话不多说话 因为我们的男嘉宾呢 其实已经在楼下等着你了 然后呢我们的男嘉宾呢 我觉得今天男嘉宾可能跟你想要的感觉还挺像的 男生呢比较阳光 然后呢比较喜欢运动 然后现在呢他正在台球室里等着你 我之前很好奇啊 为什么说要选择台球室 因为他觉得说他打台球的样子还是挺帅的 希望能够把这个地印象比较好的留给你 所以说我们就先去见男嘉宾好不好 好 走 好了 我们现在男嘉宾呢就在这个里面等着你了 之前我跟你说的嘛 男嘉宾呢会选的在台球馆是因为 想要把自己最帅的那一面的第一印象留给你 那我们先去看男嘉宾好不好 好 来 我们走 本期交友男嘉宾谭江身高1米77年龄22岁 职业销售月收入50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大家好 我叫谭江 今年22岁1米77职业是销售 我平时喜欢跑步 登山 女友 女猫球 我喜欢的女生内心是可爱 轻快 有小心 跟我有眼缘的女生 好 有没有看到前面那一个男的就是我们男嘉宾 来 远远的看一下 跟我说一下 看到我们男嘉宾正在打台球的那个样子 觉得帅吗 还可以 对 那你觉得第一印象怎么样 还行吗 还行 对男嘉宾第一印象 她身高也比较高 然后看妖子也比较喜欢运动 然后是在台球是啥 总有时候觉得她还是可爱 我要跟妳介绍一下了 这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就是今天的男嘉宾 来 阿维握个手吧 你好吗 好 算是认识了 那我要问一下怎么想到就是要在台球馆 跟我们女嘉宾来见面呢 因为我平时的话比较喜欢打点台球 然后其他的爱好就是在室外了 这个是在室内 室外有什么爱好 室外的话就是跑步啊 女儿 还有就是登山 还是个很健康的男生啊 平时生活方式 来跟我说一下 看到我们女嘉宾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可以啊 蛮娇小的 蛮娇小的 你觉得是表扬人还是 这是个褒义词还是贬义词 肯定是褒义啊 褒义 见到女嘉宾的第一印象是 给人的感觉比较可爱 娇小 给男生的一种感觉就是想去包袱的样子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我们的男女嘉宾呢 是青春无害的一对 大家一看她们的面相就知道 这是两个活泼 不是很活泼啊 应该是两个比较安静的年轻人的一次会面 女嘉宾呢 我之前也有点了解 就是她是一个比较慢热型的女孩子 我们看她的外形也知道 就是属于很安静的那种类型 这种慢热型的女孩子呢 可能在人际交往方面 她会有一点点的障碍 可能无法在第一时间就能够打开心扉 但她们的优点呢通常都很内秀 因为内向的人总会有很多时间宅在家里 那么她就会发展出很多爱好 比如说烹饪啊烘焙啊 或者种多肉植物 以上都是我在生活当中接触到的 这种类型的女孩子的一些经验 所以今天的男嘉宾 能不能跟我们的女嘉宾顺利相亲 就要看她什么时候 能够开启我们女嘉宾的燃点 来吧 我们一起来吧 你打吗 你打 我打呀 我看你打嘛 男嘉宾 你确定你今天是来相亲 不是来打桌球的 再这样下去 我们的女嘉宾要睡着了吧 穿的纪念色 要不要一起来打 没一起来打嘛 没一起来打嘛 没关系啊 来吧 回来 打摇的嘛 中间你要怎样知道 把社会的作物放 怎样放棄 你不来放棄吗 你不来放棄 是吧 大声不出开 你不能把她放在上面 子里面放棄 再放棄 再放棄 然后再擀摩上面 擀摩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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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擀摩上来吧 好 这样子 这样子 擀摩上面 擀摩上来 打自己打起那个东西 擀摩上面 擀一下 擀摩上面 擀摩上面 因为也是我第一次 然后接触到台下 然后所以说 有很多不回来的地方 但是男嘉宾也不愿其烦 你教我 比如说 那边应该对好啊 或者是手指应该两个白啊 其实我觉得 它还是比较有来先 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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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打过 其实女孩子呢 不过是相亲也好 还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好 我总是建议你们 可以多多地尝试一些 以前你们有试过的事情 比如说打台球 潜水 或者是去冲浪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能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自己 有可能你非常擅长 做这类型的事情 但是你不知道 你可能因此错过了一个优点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可以向别人展示你自己 让对方来认识你 哪怕是 可能你真的是一个打台球 一点天赋都没有的人 可是呢 男生也会觉得你的参与会很可爱 你平时在家里面 希望等着啥子 说 那哪个人 那哪个人 秀全对 我们的男女嘉宾呢 正在聊天 这个时候呢 到了我们摇一摇的时间了 那最近手机打开微信 点击下菜单 发现中的摇一摇 点电视 来问你的手机 好的跟我一起 一二三 摇一摇 锁定都市频道 都市游里都是你的 你之前刷过男朋友没有 没有 你刷过呀 男朋友都没刷过呀 嗯 那这个呀 你平时爱好 喜不成运动呢 一般 一般呢 你有没有学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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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应该唱歌唱得挺好的呀 应该 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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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不信吗 不信 我也不信 那这个 那你以后加入我那个交往的话 你是在我那边还是我在哪边的呀 不远的嘛 不远哈 嗯 那你们家里面 比如说对于如果说对门房的话 你们有啥子要求吗 没得 没得 没得要求的呀 没得 主要是看演员是不是 好 好 好吗 你抢我妈他们那边的话 是平时邀请六二人 会做家务 嗯 会不会 会 会呀 嗯 你平时会做哪些菜呀 一般 一般你都会吧 嗯 想你家里面有几个人啊 嗯 五个 五个呀 嗯 什么的呀 你是最大的一个 还是最小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 你说这上面有个四个 妹妹或者说多少 就是啊 妈妈爸爸爷爷 然后我有一个爹爹 你家里面有两个小的哈 两个小的哈 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嗯 那你查看 你们确定自己的数学 及格了吗 你家里面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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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可能啊 黄叶脸的 黄叶脸的吗 对 对 你家里面有什么 好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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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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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000 wool 男嘉宾努力找话题 想和女嘉宾聊天 可我们的女嘉宾 好像不怎么买账 你平时健不健身 我现在不喜欢法院 RP 嗯嗯嗯不 già健身 medication 平时跑跑跑跑啊 我来跑 我来跑 我来扁我已经跟你说了差不多了 你没啥子想问我的啊 嗯嗯 没得 你这肉没啥子 想问问你了 你都不想了解我一海 实际上感觉心头其实有些话 想跟他说来都是没说得出来 始终就是太还是有点自卑嘛 你是不是你看上我呀 那你为什么 如果说你比如说想对我了解的话 或者说你想了解我的情况的话 你应该问我问题啊 或者说跟我说话 或者说给我讲你自己的情话 或者说你的爱好这些的讲座 我存在这里啊 既然大家都现在出来见了面子的话 如果说你这人只有对我的话 是不尊重我 让我们接下来的话 是怎么讲话吗 你让我怎么办法 也就是我在这里 如果说你真的是内向的话 我可以真的 我可以给你机会让你去变得外向 但是如果说你自己不给你自己机会 或者说自己不想说话出来的话 我也没办法的 如果说你真的没办法看上的话 我们也可以做朋友 但是你这样子就会 但是你怎么办法看上的话 我还没有办法看上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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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话的时候就在那里就说 嗯 饿 啊 所以你觉得就是女嘉宾不尊重你是不是 你觉得你一直在能主动跟他说话 但是得外他任何的反应 对啊 他就是太内向的感觉 就是说话这些 你现在觉得女嘉宾不适合你吗 还是说现在是生气的状态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感觉他没把我看上吧 感觉他没把我看上 然后呢也先不要下 就是太多的这种定论 首先呢我能够理解你现在这种情绪 我也知道 当你跟一个人聊天 对方得不到对方真何反应的时候 这种感觉可能不好受 但是呢今天都来到我们相亲现场了吧 我觉得作为男生 你大度一点好不好 面对男嘉宾的愤然离开 第一次相亲的女嘉宾 显得手足无措 因为就是我平时也比较慢着 然后也从来也没有那种相亲的经验 然后常常那种能够真实 所以说我也不晓得该说些啥子 然后然后我也怕 我也觉得他可能没有把我看起 然后所以说我话都更少了 然后我一定不自信嘛 我在想可能我们的女生 可能是不是第一次相亲嘛 然后又遇上了你这么帅的帅哥 也许是不是可能是他自己内心比较胆怯呢 我现在呢先去做做我们女嘉宾的工作 然后我也来帮你打探一下究竟他为什么会这样的状态 究竟是真的不喜欢你呢 还是说他可能性格相对来说比较内向不好意思 然后你要不要旁边稍微等一下下 好吗 我们今天不肯就这么走了嘛 对不对 好了我们的男嘉宾终于忍无可忍的离开了现场 其实我很理解他的离开 因为两个人的聊天一直都是在一个 你说一我说一你说二我说二的状态当中进行的 男嘉宾可能在这个时候内心会产生一种很严重的挫败感 我觉得女生可能对自己一点兴趣都没有 但是呢出于对咱们栏目组合对他的负责 所以呢不愿意离开现场 但是呢就一直是这样的一问一答 所以呢所有的招式都放出来以后 全部都打到了棉花墙上 这是我们男嘉宾的自尊心终于忍受不了 拂袖而去 哎其实我蛮理解他的 女嘉宾你再内向在这个时候了 是不是要站起来追一下呀 有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不想要的状态 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男嘉宾刚才最后会跟你说了一句 我好像在远远处好像听到他是跟你说一句 你怎么是是是这样的人是不是 知道男嘉宾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吗 我不晓得 还没有反应过来 是这样的啊 我想问一下刚刚就是你跟他群城聊天的时候 你是不是一直显得有一点点不太主动 自己回想还有没有 是 那能告诉你为什么呢 我不晓得什么 你是因为害羞紧张 还是因为你根本就不喜欢男嘉宾 所以根本就没有兴趣跟他说话 有一点而且再加上本来也是第一次见面嘛 然后我一般都设妆都是一般 反正跟不熟的话我划得很少 然后我也打不开 比较慢热一些 但是熟了就好了 对 对 我明白了 因为你是你这样子会让我们男嘉宾产生一种误会 他刚才跟我讲他以为说你是不喜欢他 所以才会表现得很冷漠 没有 这是我愁死我一般死一种 那现在怎么办呢 我少的 天呐 我看你这种楚楚动人的样子 就很可怜的样子 我也觉得好难为啊 好难为情啊 要不然这样好了 你知道我们的情感嘉宾 菲桃老师吗 看过我们节目应该都知道他吧 因为我现在会认为 我个人认为你可能是 其实内心是有一定的这种障碍 就是就是有 你觉得可能太不自信了 是这样子吗 然后就一直不愿意把自己的心扉敞开 打开跟人沟通和交流 我觉得我想这个时刻 给我们给菲桃老师打一个电话 然后呢看看 你把你心里面的顾虑跟他说一下 对 然后呢看看能不能 就是跟菲桃老师通完电话之后 他有没有些什么好的建议给你 包括能不能稍微调节下 你心里面的状态 好的 好的 可以 小红娘打电话给情感专家 希望能得到情感专家的帮助 了解了女嘉宾的情况 情感专家主动要求 和女嘉宾当面谈谈 我想今天来想七仙的感觉怎么样 还好 还好嘛 前天他跟我打电话说 你想有一点点 跟男嘉宾长得一样 我本来心里都有点儿雷想 然后也是第一次见妈 然后说一说 呃 都一样无 就不知道跟他说什么 对他 其实跟男生在一起聊天呢 你可以这样子就是 嗯 你都说你自己 但你不知道跟他说什么的时候 内向的人其实你也有自己的生活 因为说 可以说一下我平时 呃 生活是怎样的 我上了班以后 我想要去干一样的什么事情 然后最后看到有什么样的电影 你洗澡你的手机呀 或配音啊之类的 那个会有提撒呀 我觉得话题 我就觉得 我们日常的生活不来的 然后下了班以后干什么 然后我有些什么都要 因为他们是做什么的 我们在一起喜欢干嘛干嘛干嘛 嗯 嗯 因为是这样就是 当你抛出一个话题的时候 男生一般说来他会努力的 当你接 我其实不太努力那种 所谓性格内向的人说 别人说什么你是隐蔽的他 有时候你接他会发现 女朋友的时间里 我说我好 是吗 对对对 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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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嘛 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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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时候 我不能自己 做东西 你说自己的事 嗯 来我你一下 我说我是男嘉宾 那你先跟我讲一下 你平时的生活是怎样的 嗯 相对于我们两个是 对我们的相亲啊 那那我让小姐 你跟我讲一下 你平时是怎么打发自己的 业务是真的 嗯 平时我一般的话 都是经常都在舞蹈 然后因为我上班 做我很喜欢跟小朋友刷 然后所以说 呃 然后因为我从事有事嘛 然后有时候 反正他们都说 我有点游泽 一般刷的东西 或者是说话的 写的话 都跟他们打不了那些 好的 但是平时有些时候 如果说 休息时间的话 都最好运动啊 或者是拍摄啊 那些 好的 你说什么类型的运动 不及撕裂者 好 好 不 没有那么汉子 哎 就是比如说 打球啊 好的 然后就是上海部啊 好的 然后 还管好工业啊 那些 嗯 去看书吗 书 嗯 回看 这一个月可能看得到 一个人说 好 那你们还是好 因为我们重庆的那个 一年的月头量 是有低调化的 很可怕的 就是我们是远远低于 圈或水平 圈或水平 有时候 就是心情不好的话 都想走 书店去做一天 都行 好 原来就是性格比较好 是你的人吗 嗯 就是太安静了 那喜欢做饭吗 嗯 煮饭可以 比如拿手菜是什么 嗯 拿手菜都是那个 红烧肉 哇 好厉害啊 红烧肉 很喜欢吃肉吗 嗯 只愿吃手呢 然后 比如说那种 胡话都会吃什么 你现在走啊 中国也 那种的皮肤怎么办 嗯 把人吃 希望他能吃吧 这个哪里 啊 你看到后我看 那边的 可能因为我比较 比较爱聊 嗯嗯嗯 我想了解你生活当中的 很多细节 嗯 但是对于男生来说 他可能会不太好意思 像我刚才这样去问你 因为男生不觉得 我很细节的去问你 甚至于女生觉得 我在揮探他的生活 嗯 但是实际上 你看你刚才我问到你 你也是饕饕不绝的 就可以跟人家聊 嗯 生活是怎样的 我喜欢打球 OK 我喜欢打什么球 嗯 我的级别是怎样的 嗯 如果说男生说 哎那我们来去打一盘 你会不会把他杀了片奖流 那这些细节 你就可以跟他展开来来讲 超过我一个月可能会看一本书 嗯 甚至说看的不是很难过 但是我最好是只习惯 嗯 最近在读手 包括喜欢什么国家 嗯 我平时喜欢听音乐 音乐这类是什么些 有时候你要自己主动的就是在一些话题上 男生来跟随你 然后两个人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话题就会越来越多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千万不要让男生觉得你对他没有兴趣 因为男人他会觉得 当一个女人对他没有兴趣的时候 表现就会是 哦 是吗 嗯 其实你不是这样想的 但是男生他就会觉得 我没有办法聊下去了 我会觉得很尴尬 也许 嗯 你要知道男人的自尊性就是假 他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怀疑 是不是因为这个节目 所以他在背后与我相亲 其实是你很不肥我 然后待会接受个彩的时候 说你会把我描写的一无是 没有 说的一无是处 所以男人他也会这样的紧张 所以即使只要在你 不知道怎么接他的话题的时候 眼睛看着他 嗯 然后露出那种非常 就真的这种笑容 然后他会觉得你很肯定他 嗯 这种感觉会增加他的自信 嗯 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 内向的人不适合相亲啊 或者是怎样 关键就是你的话题的主导权 嗯 嗯 不要去跟随他 自己情人话题的主导权 好 节目拍摄的当天呢 我是正好接到 嗯 我们编导的电话说 相亲的两位嘉宾之间 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正好我在附近 所以我就赶了过去 呃 其实我跟女嘉宾的接触呢 感觉到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 有可能她跟异性之间的交往的话 会觉得有一点障碍 不太好意思说 可是她跟我聊天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很放开 我们在那个模拟男女嘉宾聊天的时候 她也她也可以说出很多话来 其实聊天的技巧就是这样 当你觉得对方不熟悉的时候 你可以多说一下自己 我平时是在干什么的 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对方也会因为你说介绍你自己 然后他会对你提出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你对陌生人发问总是会很紧张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能就会踩到对方的雷点嘛 所以说自己总是没有错的 怎么了 怎么跟飞桃老师聊完之后 还是这么心情沉重 沉重的作为这个地方呢 呃 我只是在想我可以做这样子 哦 也就是说其实聊完天之后 心态是发生了改变的是吗 嗯嗯 对 跟我具体说一下 你刚才说 不知道自己想做点什么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嗯 因为就是我之前表现 不让主动好 然后话也就是很少 嗯 嗯 然后她反正 有点不舒服啊 然后但是我觉得 我可不可以追她 你现在是想要就是 挽回我们的男嘉宾是吗 嗯 然后想要向她道歉 是这个意思吗 嗯 对头对头 那我帮你一起想一想吧 因为我在想我们的男嘉宾 刚才一开场就说她喜欢户外的运动 那你在户外运动方面 有没有什么是你稍微是擅长 或者强项呢 嗯 都是 打球啊 打羽毛球啊 是这个呢 打羽毛球 嗯 那你愿不愿意就是主动 要求男嘉宾去打羽毛球 嗯 因为我觉得男生基本上 应该 这种户外运动 即便不擅长都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嗯 嗯 可以 嗯 因为平时我跟那个一线接触的也比较少 嗯 所以说 都不晓得 能给他们就是做共同话题一些 但是 呃 整个这个 调节要自好 然后 呃 我觉得 我还是应该都尝试一下 跟他主动沟通或者是 这个交流一下 那刚刚呢 你也说了 已经自我意识到 其实自己 今天的表现确实不太 进入人意 呃 那现在呢 我们男嘉宾哈 因为 呃 可能就是 也还有点在气头上面嘛 所以呢 他就在旁边等你的 呃 呃 那现在我们先去把男嘉宾找到 然后由你来邀请他去打羽毛球 好不好 嗯 可以 来走 来 我要站到二位中间了 呃 现在 情绪有没有稍微缓和一些 好多了 好多了 嗯 那今天的相亲 我们还是要继续进行下去 嗯 好可以 好非常棒啊 嗯 来 这个时刻呢 我们的女嘉宾有话要对你说 首先我还是先跟男嘉宾道歉 不好意思 就是我就是平时 这个话 死于二雷下 然后第一次 尖死 然后不让个大的开 呃 然后之前我也了解到 反正你也喜欢打羽毛球 所以说 呃 你能够不够一起打一个羽毛球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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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就答应了呀 哈哈哈 没有啊 然后我 我觉得这个时刻呢 我还是要再提我们女嘉宾再跟你多说两句吧 邀请你打羽毛球呢也是我们女嘉宾自己提出来的 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一项运动能够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 你嘉宾说了就是他比较慢热 然后如果稍微熟了一些他会好很多 嗯 所以你就多带一下我们女嘉宾嘛 好不好 可以可以 实情过后 女嘉宾专门来找到我 给我倒了钱 当时给我倒钱的时候 我的气已经消了洗香了之后 其实在咖啡馆聊天的时候是我太激动了一次 好 现在呢我们也来到了羽毛球馆里边了 然后呢也看到二位已经手上拿了羽毛球拍根羽毛球了 平时有没有打羽毛球 平时有 有打羽毛球 打得好不好 还好 还好 很谦虚感觉是高手 没有没有 女嘉宾呢有打过羽毛球吗 嗯 有打 也就是说也算是强项了 嗯 还是 好那今天二位是高手故招了 我觉得其实打羽毛球是其次的 主要的是呢 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这场羽毛球来增进一下你们之间的感情 好 话不多说 来 赶紧吧 好 女嘉宾虽然身材娇小 看样子球技不错 打羽毛球 打羽毛球的时候 女嘉宾穿着高跟鞋 然后不方便打羽毛球 就把鞋子脱了 这是非常意向不道的事情 当时让我觉得很感动 你的手 再不会孤独 牵上你一种甜蜜的满足 你的笑总是让我忍不住 偷偷的想你 让自己认输 又到了都市频道摇大奖的时间了 拿今天手机打开微信 点击一下菜单发现中的摇一摇 点点上映手机 好的 跟我一起 1 2 3 摇一摇 锁定都市频道都市有理都是你的 一家宾为了男嘉宾真是拨出去了 穿着裙子脱了鞋和男嘉宾打球 两人吃着脚配合的越来越有光气 不要让我哭 我确定你能感到一种小幸福 我用双手把你紧抱住 我确定你就是我的小幸福 爱你到世界到屏幕 你的手再不会孤独 牵上你一种甜蜜的满足 经过一天曲折的相处 男女嘉宾是否都会唱开心扉 牵手成功呢 在做出最后的选择之前呢 我们要先来感谢我们的赞助商了 感谢就是福主宝提供的奖品赞助 好 到最后要做选择这个时刻了 我相信一整天的接触下来呢 你们心里边也有了自己的答案 究竟是要选择牵手成功 还是选择牵手失败 这个决定是非常慎重的 然后现在我要问一下二位 还需要时间来考虑吗 不需要了 不需要了 女嘉宾呢 是啊 也不需要了 好的 也就是说二位呢 心里已经有自己的答案了 那我就来给你们说一下规则 把规则翻成简单 待会呢二位就背对背的站着 然后我倒数三声 如果选择牵手成功 就转过来面对着彼此 如果说选择牵手失败 则不需要转身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 像宇宙给了沙漠 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 做我的更多翅膀 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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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出一切 可惜不是你 陪我到最后 曾一起走却 走失那路口 最后我是觉得 一方面我连年球是比他达一点 然后另外一方面 可能就是调节 我自我调节的话 还需要一些时间 但是我觉得男嘉宾这个人 整体还是比较不错 我觉得女嘉宾跟我 就是感觉还是有一点 不是特别适合 但是女嘉宾是一个 特别好的女儿 所以说我在这里 真心地祝福女嘉宾 能在后面的日子里 找到一个自己相亲相爱的男朋友 最后我们的男女嘉宾 没有牵手成功 相信观众朋友们跟我一样 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因为虽然说是两个 很有爱的很可爱的年轻人 但是他们两个人 我觉得一个是个性的问题 另外就是阅历的问题 都非常年轻 其实年轻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就是我们 还没有经历过什么故事 坏处也是因为 我们没有经历过什么故事 所以我们跟人的交流 会显得非常的苍白 或者是说没有什么内容 所以两个人到最后 没有办法再继续的交流下去 这个相亲也就到此为止 但是两个人的表现 在荧幕上也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对我们的男女嘉宾有兴趣的话 不妨联系我们的编导 节目最后还是那句话 爱情号争取 为爱不放弃 不要走开 还有精彩真魂秀 帮助您 爱情号争取 为爱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法人游戏的真魂秀 我是小红娘金田 欢迎搜索屏幕上方的微信号 关注我们法人游戏 小红娘官方微信 因为第一个微信号已经满园 这已经是我们开通的 第二个微信号了 但是我们的服务和活动仍然不变 当然了如果您来到我们的镜头前 说出您的情感诉求 以及展示自己的个人风采 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 与您取得联系 并且免非为您拍摄明星个人嘉宾秀 好的 让我们来领略一下本期的明星嘉宾秀的风采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诗瑶来自云南的一组姑娘 今年24岁 毕业于重庆油店大学 直到一组姑娘 一步行 完整 在处理 相当初 一步行 已经入口 入口 关闭 砸 再参与 一步行 段 今天再次受到节目组的邀请来到凡人游戏 对于我的另一半呢 我希望他是一个有爱心 有责任感 不赌博 并且可以共同携手 共同进步的这样一个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叫李峰 今年是28岁 是个货车司机 我的工作可能在很多人眼里面 又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我一说我是个货车司机 觉得典型的女孩子嘛 就是我开的是长安货车 后面有一个兜兜那种 反正两吨以下的话都可以了 以后有那些业务可以找我哦 我的工作比较相对于说比较自由 都是等业务嘛 有别人打了电话来啊 我都可以去帮别人老婆 一个月嘛 一个月嘛 收入的话 只值得五千以上嘛 跟上班呢也差不多 就是 我的性格呀比较活泼开朗 外向性的 大胆的 当然 自己出来独立嘛 比较早 16岁都开始出来自己工作了 虽然说有强势的自己的一面 但是也有小女人的一面 因为在卸下自己坚强的外表的同时啊 也想找个肩膀靠一靠 我的感情经历呀 有一段婚事 结婚十年 我现在离了婚一年半了 是一个比较失败的婚姻 我离婚的原因呢 起因就是 我生了个女儿 她们嘛可能有点重乱情侣的思想嘛 好就从就这样 矛盾一步步的都加深 都导致后来的离婚嘛 或者嘛呀 她的个性呢 也比较强势 就让人呢 有点受不了 比如说像我刚生了娃儿的嘛 因为要未来啥 她都把娃儿拖到小区里面去刷 她都在小区里面呢 跟那些下面的人 全部都说 我老媳妇又难又好吃啊 一点啥子事情都不做 都晓得打电脑 好吃难做的 我上班 让个辛苦还回来弄饭给她吃 我觉得不管我是不是这种女人 你当婆子嘛 你家丑不可外扬 是不是 不应该在外面里 指指多多的说我 到后来两个月 两个多月 整个小区的人都认得到我 我认不到小区里面的人 别人都说 那是哪个某某家的媳妇 又难又好吃的 她说我只想问一个不如其的一个女人 和她 和称赞上一个又难又好吃的一个媳妇 所以说也是我最痛的一处 我的责要求啊 就是男子要有责任性 不要有不良嗜好 对家庭里面负责 最关键的就是要懂得尊重我和爱护我 希望以后啊 我的婆子嘛 能心情温和一点点 这样有利于家里面的关系融合要好一些 也毕竟她在中间里 要是死怪的话 调拨关系很老好 也毕竟我经历过 也不想再有此再经历了 大家好 我叫任重刚 今年33岁 身高一米六六 是万达的一名正式员工 我的万达的岗位是舍白和保养 一直维修 美国的工资是三千到四千五 然后公司买五行一斤 相当于公园的待遇 我老家是福丁江北新城 现在在南平万达附近 租了一套房子自己住 以后想在重庆买房子也可以 我的性格 有时候在苏里面前还是很放得开的 在不苏里面前感觉有点拘束 平常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 不爱打牌 不爱喝酒 也都是休息无聊的时候 喜欢到周边走刷一会儿 逛一会儿 喜欢骑一会儿车呀 掉一会儿鱼呀之类的 我曾经有过一段感情经历 分析的原因是人当时太年轻了 思想不太成熟 所以两个人分开了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耍朋友 现在成熟了 希望能带给以后的恋意班有安全感 今天来到凡人游戏这个节目 主要是想找一位 以结婚过日子安家为目的的另一半 她的身材和外貌都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希望对方的年龄在25岁到33岁之间 离婚不小孩的也可以 如果两个人走在一起 我会对她和家庭和父母都会好 如果电视机器的观众对我有意义的话 可以联系反正游戏难不住 不知道冰田今天为大家推荐几位明星嘉宾 是否有您心意的那个她呢 如果有的话可以通过我们两个微信号 与我们去的联系 我们将会竭尽全力为您牵线搭桥 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单身男女朋友们 加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来 我们将会在微信平台上 定期发布YouTube会员资料 以及凡人游戏的线下相亲活动公告 好的 还是那句话爱情靠争取 我爱不放弃凡人游戏 我们等您 她号称自信哥 自信哥今天来相亲要收服所有的少女心 她的优点就是自信 收入那个未来可以期望 而且我的情商比较高 我为了实现你的梦想 她是温柔大方的湖北妹子 我感觉你就是我的产业妹妹 不好意思我叫红霞妹妹 红霞妹妹就是我的产业妹妹 相亲现场她连番豪情壮志 我未来的目标就是想买一个房车 而且我相信未来世界发展了之后 我可以不同的国家为你买房 做的有点像做梦的感觉吧 我的未来不是梦 人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有梦想 究竟她是自信还是自负 自信哥最终能否抱得美人归 凡人有喜之自信哥相亲靠自信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笑 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 你说的确实乐园 要用心去游蓝 这种说法多浪漫 2016都市频道 让幸福更贴近 中文字幕即将农机 中文字幕即将农机